受到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影响 英国农业因为缺乏人手陷入困境 甚至出现了数千吨蔬果 没人采收而腐烂的局面 很多的外国工人选择提早离开英国 导致很多英国的种植业严重缺乏农工 一些业者被迫放弃采收农作物 提前关闭农场 而一些向欧洲国家购买种植品的业者更是担心 英国脱欧之后 种植成本恐怕将会大涨 英国脱欧不确定性引发千层效应 当地农业受到重挫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 数据显示 今年9月份英国农业人力大减三成 导致数千吨蔬果 因为没有足够人力采收而腐烂 英国农场陷入人力短缺问题 本地人不愿投入种植业 这让业者大感头疼 英国脱欧前景让当地种植业 蒙上阴影 签证不确定性 英镑的贬值等一系列负面新闻 让海外劳工对英国望而却步 此外 出口大部分产品的大型农场 特别是畜牧业出口商 也面临着财政崩溃的威胁 业者担心再失去欧洲补贴 加上税务压力 生意恐怕越来越难做 目前在赫里福德郡的多个农场 已经因为缺乏工人采收 影响农产品收成 英国距离达成最终脱欧协议 还有漫漫长路 不过当地农业似乎四面楚歌 前景让人担忧 NTV7综合报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